那佛经说 如果用米 念尊圣佛母咒 这个米就会变黄金色的 如果用水 念尊圣佛母咒 这个水洒出去 所有恶鬼道 还有动物道 吃道就解脱 所以我们 尊圣佛母咒很重要 一般放咽口都会念长咒 那各位不会念 就念短咒 各位念一下 来 Om Prong Soha Om Ami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Om Prong Soha 还有一点 你洗完衣服 折好 给他念 Om Prong Soha 念七遍 吹一口气 这个人穿了这个衣服 平安 平安 那佛陀也说 如果你的老公 不喜欢回家 你去买一件新的衣服 给他念二十一遍 Om Prong Soha 给他 吹一口气 你的老公就离不开你 很管用的 衣服 衣服 尊圣 睡不着觉 晚上睡不着觉 也要念二十一遍 Om Prong Soha 喝一下那个水 很好睡觉 还有 你希望天上的神 都能够 加持你 帮助你 那你拿花的时候 各位以后供花的时候 也要念 Om Prong Soha 念七遍 或二十一遍 拿其中一朵花 往天上撒 那什么意思 所有天神 本来要下地狱 做二轨道的 会升更高的天 所以佛陀就讲了这一部 尊圣陀螺尼经 是因为 所以有一个天神 要做畜生 他不知道怎么办 每天在那边哭 然后佛陀出现了 就告诉他 你只要修这个尊圣佛母法 就不会堕落伤恶道 天神生更高的天 所以我们希望 诸天欢喜 就会拿着花念 我这边拿花 大家一起念 我念 Om Prong Soha 然后我要供养诸天神 就这个意思 以后各位也要自己做 来 Om Prong Soha Om Prong Soha Om Prong Soha 所以各位 这个咒麻烦你背下来 就这么短 没有水 没有水没有米 你只要拿沙就可以 如果看到狗死在路边 或是你去市场看到很多死的动物尸体 你只要拿一点点沙 念Om Prong Soha 撒出去 这些动物就脱离三恶道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东土落无尊圣咒 所以说我们东方如果没有尊圣咒 三恶道的众生永远没办法离开痛苦 所以在五台山有一个尊圣陀罗尼的塔 将来我们也可以请一个尊圣陀罗尼塔 小小的可以大大可以放在那边 然后三恶道众生都可以超度 人类去绕可以得到福报 所以各位用水 用沙 用米 用香烟 就是说各位应该点的那个烟共 我们都会念Om Prong Soha 这个烟呢让闻到的人离苦 闻吸到了动物超度 你念Om Prong Soha 天上的神都会赶快来吃这个烟 因为他吃这个烟以后 他可以生更高的天 所以在佛法里面 有很多殊胜帮助众生的方法 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